中国人的这个理念 跟外国不一样 幼年 童年 要以言家管教 那个小孩子 没自由 以言家管教 他才能说得出来 三字经上说 养不教 父之苦 教不严 私之动 以言家管教 这些规矩 日常生活规矩 一点都不能够错乱 你们都弟子规 知道一个大概 日常生活当中 这些规矩 统统要落实 要做到 弟子规不是念的 不是背的 每个人都知道 孩子看父母 父母对他的父母 就是孩子的族父母 尽孝道 小孩就学会了 弟子规的教学 是这三岁之前 他还不认识此 完全从父母那里 学到的 父母把弟子规 做到了 就是对待他 自己的父母 让小孩看 小孩天天看 全学会了 那我们的族父母 对他的父母 真族父母 也落实 弟子规 真族父母 对他的父母 高族父母 也要落实 弟子规 高族父母 大概上头都不在了 都过世 在祭祀里头 进小道 做榜样给后代 子子孙孙看 中国教育是怎么教的 不是口头 不是文字 身体力 这样把人 叫好了 叫出来了 大声音乐 寻演的